健康在生意丁的宵室的房子 換個兒他超級 因為素量實在太多 健康又需要連多桌 地方來點 這樣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價格很會 可以說自己去找到的 這些錢好像都是比海人配合他的錢 他還跟我們健康 這些錢是百人的 你要說他的他說你的 不然說我的好不好 這些現金有137萬塊 生意丁的宵宵 讓建鳳他帶去做的帶回去真心 共調查生意丁的宵宵 在社群軟體大公國 他比市價值幾千塊來買iPhone 他家做家庭是有名上市科技公司的館工 而且還帶家庭的館工 前和台港正面 讓消費者相信 一開始他還有正常來出會 他慫恿被害者 大品訂購或是用揪團的方式 來訂購商品 這些大品的款式一潰入到張宇 指定的人口帳戶 隨即被轉購或提令 買到由家庭上品的人 客宵跟親近朋友來買 所以就開始變動 所以在中間的商店 在到錢後就隨轉賞 下延時領取 還有各種理由不要出費 不然收到1千多萬 有超過40人的風篇 竟然表示 若是在網路上的價格比起 價值很多 那才是競調會到貨款 而且賣到在這時間來 平價都盡管 甚至金本沒有公司的電路電話 這都有可能是網路詐騙 最好的方法就是 透過公正第三方政府的 交易媒體 表面在下延伸貸賣東西 才有保重